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喜欢看老电影的素子 今天要介绍的是影星 中国影史上第一位名选影后 悲剧圣首张之云 屡屡共事的导演与演员 很难不萌生相互欣赏 进而彼此爱慕的情谊 加上天天见面朝夕相处 日久深情也是人之常情 类似的摄影棚恋情各代皆有 最早可追溯自百年前 1920年代的上海影坛 才俊导演不安苍 与气质女星张之云 始于纯爱忠于浮华的无缘恋情 张之云的走红和不安苍的 倾心辅助息息相关 两人合作的郁杰冰青与未婚妻 使张之云一要成为上海滩 最耀眼的明星 可惜好景不长 艳明远播的张之云 引来多位富商巨股追逐 经过一番争夺 风流倜傥的茶叶大王 唐济山豹德美人 张之云在曾留学英国的摩登男友鼓励下 兴起到好莱坞发展的愿望 无奈这位一心等着受捧的悲剧善手 现实中也是悲剧收场 张之云本名张阿喜 祖籍广东鲍鱼 与杨母常驻上海 1923年大中华影片公开征求 芯片人心女主角 19岁的张之云写信应征获得录取 从此踏入银色世界 为其大中华影片英州转不灵 而与百合公司合并为大中华百合 张之云趁合并空档 转入更具规模的明星影片 参演《新人的家庭》 《空古兰》 《可怜的闺女》等 之后又应来自香港的制片家林明伟邀请 祝愿其主持的明星公司 在上海的创业座《玉洁冰青》 片中张之云进展杯弹气质 声誉更浓 同时其作品上有《未婚妻》 《爱情与黄金》 《梅花落》 《未情牺牲》等 期间张之云解释茶叶富商唐济山 在他的介绍下 赴美推广男友的茶叶生意 并谋求在美国影坛发展 致男友移情别恋 转而追求快速窜起的软铃玉 遭抛弃的张之云 才满怀挫着回到上海 他选择从操就业 应老东家明星邀请 演出以自己与唐济山爱情故事 为蓝本的失恋 由于当时已进入有声片时代 张之云蹩脚的国语发音不受欢迎 加上28岁的他 历经感情挫折 面容尽致美人迟暮的沧桑 再难与后起之秀媲美 只得黯然结束隐心生涯 自电影《皇后云端坠落》 遭逢感情事业双重打击的 张之云南下香港 截是一名蔡信医师 两人戴下一女 之后曾参演电影《新桃花扇》 月语片《天之娇女》 1950年代张之云生活一度无以为继 幸得到女儿夫家接绩 才不至流落街头 以老上海影星为噱头的电影《天堂美女》 是张之云参与的最后一部电影 1953年49岁的张之云 嫁给年长3岁的商人张永明 婚后定居九龙金马轮道 1963年11月张之云在港病逝 享年60岁 张之云为中国第一代电影明星 走红于1920年代中后期 当红时曾当选第一届电影皇后 1926年 上海新世界游乐场 以电影博览会名义 举办第一届电影皇后评选 只要购买新世界入场券 就可获得一张选票 可以圈选自己心仪的女明星 当红女星 杨奈梅 英明珠 李明辉 王汉伦 轩锦铭 毛健配 林楚楚 等12位主角明星 均在列 当时年纪尚轻的李旦旦 与辅出道的蝴蝶 只能排上备选名单 经过慎重的开票仪式 22岁的张之云以2146票 遥遥领先 赢得首位中国电影皇后的头衔 今晚广受观众好评 但张之云的演技 却存在根本性的问题 之云在开麦拉前表演 要指导她实在非常吃力 有时会气得你 发誓不再干这鬼玩意儿 上述这段话 摘自《隐心公嫁农》的 同名回忆录 出入影坛 就和张之云在电影 《御节冰青》 饰演情侣的《隐心公嫁农》 在回忆录中 谈到这位曾经合作的老搭档 坦言她的资质并不太高 能够踏上红心之列 全然是依靠导演张时川的 细心指导 当然细心是相当修饰的说法 据说这位木讷文静 沉默寡言 美与坚散发淡淡哀愁的女主角 因为不会作戏 且交也交不会 把这位以脾气暴躁文明的导演 气得够呛 相较几年后崛起的《蝴蝶软淋浴》 身为第一代影后的张之云 属于本色型演员 演技有限的她 尤其需要幕后人员的尽力协助 幸运的是 她在拍摄处女作《人心》时 就遇见凡事未己着想的 摄影师不万仓 不只懂得欣赏她的美 更会透过摄影机 将眼前人拍得美艳绝伦 而这也是张之云最在意的 相比之下 由他人捉刀的战功就差很多 不仅片中的外貌平凡无奇 现场也无人嘘寒问暖 令她肺感空虚凄凉 不万仓是她的男友也是伯乐 与张之云度过一段同甘共苦的温馨时光 或许是深觉人无千日好 不万仓曾在两人感情最好时感叹 但愿好景常在 旁人摸不着头绪的别离预感 实际是忧愁无法长相厮守的不安 张之云幼时家境清寒 小学毕业被原亲收养 外形亲历的她 对新兴的电影工作颇感兴趣 写信应征演员 很快因外形条件加一场夙愿 二时出头就因人心名气陡增 身为同事的公嫁农不讳言 少年得志对张之云并非好事 在上海的亲人就只有一个养母 本身受教育程度并不高 对人亲事故懂得也不多 所以一切生活的安排 差不多全由养母做主 而其养母则是个唯利仕途的人 不止公嫁农有此说法 影史学家杜云之也有类似观察 养母对张之云的生活和工作 横加干涉 这养母可说是中国电影史上 第一位姓吗 尽管演艺路起步顺遂 年轻的张之云却没什么自我主张 一切以养母的意见为意见 如此态度也反映在她的感情生活上 张之云与博万仓应拍摄人心相识 别于出入摄影棚的张之云 担任摄影师的补万仓 虽不过27岁 却已是资历丰富的前辈 对手足无措的新人而言 补万仓的细心指导与善意提醒 显得格外具吸引力 使张之云萌生崇拜爱慕的心意 不久年貌相当的摄影师和演员 自然而然由同事便密友 由明星转入明星前 是补万仓和张之云最幸福的时光 两人同居在上海古巴路一床 一厅两房的西洋建筑内 当时寄居于此的工价浓回忆 客厅布置得非常精致脱俗 家具和灯光的设备更配合得极其优美 一切都充满了田径舒适的气氛 大家时常齐剧讨论玉洁冰青的剧本 张之云多数时候就在一旁静静聆听 似玉美貌时补万仓不禁吟诗赞叹 脸颊泛生起兴奋的红霞 明媚的秋波更显翘脸生辉 楚楚的风姿啊厌绝人寰 浓情厚爱悦然纸上 对于养女和摄影师后进身为导演的交往 张之云的杨母最初抱持乐见其成的态度 毕竟补万仓不止一表人才 也是养女事业发展的重要助力 只是随着张之云越发走红 身伴出现像唐济山这类一直牵近的多金商人 杨母便开始挑拨女儿与男友的感情 积极鼓励张之云多应酬建立社交圈 这样的作风直接导致张之云和补万仓的分手 两人感情破裂始于玉洁冰青拍摄期间 首都担任导演的补万仓 为此费尽心力 此时明星另一位投资人李应生的夫人 却时常找张之云外出赴宴 她最初还客气请导演同行 之后渐渐便为张之云独自受邀 对此身为男主角与补万仓好友的公家农回忆 有戏的时候李太太就在摄影棚里等 没戏的时候就直接来古拔路街 有时回家较早 有时尽知深夜时归 热衷应酬的作风看在补万仓眼里很是不满 但又碍于老板娘的面子不便发作 只得私下提醒女友谨言慎行 张之云也有将劝告放在心底 只是随着她的见闻竟是豪奢享受 想要把持更是难上加难 更有甚者对比布安仓的针针教诲 唐济山的花言巧语更为重听 一切的一切都使她心生动摇 与此同时杨母也在银难公事下倒戈 开始对布安仓极言吝啬 一心想让女儿飞上枝头 俯过儿历之年的唐济山和张之云有同乡之仪 再经李太太吉利拉拢 很快发展出友达以上的情愫 绯闻传至布安仓耳朵 不免气氛尴尬 但为了郁杰冰心拍摄顺利 双方人维持表面宁静 到苏州太湖出外景时 心系上海的张之云 时常迟到早退不进入状况 心绪复杂的布安仓忍不住立声指责 两人经常吵得不可开交 回到上海张之云先借口离开 实际上杨母已将同居出的细软物品全部搬空 与男友断绝关系 见布安仓满怀悲怆 好友们都认为分手无可厚非 但总得好聚好散 隐心汤杰和王梦时自告奋勇找张之云商谈 但过程中针锋相对毫无转环 工价浓转束 杨母坚持张于不分居 从此断绝来往 同时以骄横的态度 说愿意拿出一笔钱给布安仓做生活费 谈判至此 谁都明白两人非但做不成情人 连朋友也难当 感情固然无法挽回 事业上人须彼此借重 布安仓表示愿意分居 唯一条件是要张之云再合作一部戏 经过多次协商 他念在相恋三年勉强答应 此时情商未遇的布安仓因主任职务被拔除 为让老板黎明伟担任郁杰冰青男主角 而与他埋下心结等原因 选择离开明星 事业遭逢挫折的他不得不振作精神 另觅东家的前提就是有票房明星支持 这位明星正是旧情人张之云 因此布安仓才会提出再拍一部戏 作为两人分手礼物的要求 不久布安仓重返明星公司 第一部戏正是张之云主演的未婚妻 长晚感情债 两日正式对外宣告分居 张之云立即被唐济山金屋藏娇与电影圈隔绝 直到男友与阮玲陷入热恋 他才尽急思动 与唐淮秋严月贤公价农合眼有声片失恋 无奈一切已经非昔比 后画是唐济山虽为追求阮玲而抛弃张之云 但没多久又因爱慕另一位女星梁赛珍 逐渐对阮玲冷淡 在近年才被发现的阮玲真正遗书中 内文不仅细数唐济山的渣男心境 也提到同样受害的张之云 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 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 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 你自己去受吧 过去的之云 今日的我 明日是谁 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 不知道张之云得知阮玲自杀时 是否谋生同病相怜的感慨 毕竟他们是为了同一个人 让命运由胜转衰 张之云从影后堕入平凡 阮玲更因此失了生命 因为欣赏所以格外费心琢磨 因为相爱所以更加了解优点 在导演男友的良神打造下 拥有一定外在条件的女星 只有七八能受到瞩目 只是当情侣或夫妻关系无法维持 要如何继续在长江后浪不断涌现的演艺圈生存 自己累积的真材实料就成继续红下去的关键 张之云新途的衰落 在于被一美夸赞围绕而渐渐迷失自我 过分听从养母的挑拨怂恿 悟性花言巧语的好莱坞美梦 最终值得独自品尝试炼与失业的双重苦果 影片就说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啰 发生点赞续纮 发生点赞续纮 优优独播剧场 sos moderne 小组的交配 然后接着 in ala task 志 initially